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一直对自己的声音很没有自信 因为有从小到大就是大家说的那种娃娃音 小时候遇到邻居跟长辈他们就会说 哇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但是上小学之后同学就会开始模仿我的声音 而且小学生就是那种一边学一边笑你 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就是很正常的声音 但是别人听起来不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英语补习班有没有那种录音的作业 就是我们会拿空白的录音带 然后老师会说你们回去就录某一段课文 然后交回来给他听这样 看你看你的发音或念的怎么样 那我每次录完 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哎呦好恐怖哦 我想要立刻把它关掉 甚至到长大 在任何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都会觉得 有点脑骨悚然 就觉得哦好恐怖哦 我的声音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人家说 某某人的声音很作作啊 他为什么要装可爱这样 我都会觉得 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也不想这样子 这也是我很少在影片里面说话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很奇怪 就这样陆陆续续拍了一年的YouTube影片 偶尔会录到我跟满宝的对话 我发现在有些情境的时候 我的声音会特别的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也习惯了 后来觉得听起来也没有那么样的恐怖 换个角度想 可能这也是我的特色吧 毕竟有些人的声音就是听起来很高亢 或有些人的声音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洪亮 但我的声音听起来就是特别的小声 但是我平常自己就很爱听Podcast 除了听一些亲子育儿心灵成长的内容 我也很喜欢听一些口语化的聊天内容 聊聊说最近发生什么事啊 看了什么书啊 遇到什么人 一边做家事的时候 很喜欢听这样的内容 就好像有人在跟你聊天一样 所以想试着录Podcast的这个想法 大概在半年以前就有了 一直到12月初的时候 我们去朋友家聚会 有一个朋友也提出 他觉得可以录看看Podcast 回来之后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试着做看看 前一阵子我录了一个购物开箱的影片 就我买了果汁机 我在录那个影片的时候就想 嗯我想先试着开口介绍 我才发现说话要说的很流畅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也没有注意过我之前可能讲话的习惯 会容易停顿会容易重复 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可能 要再准备一下才可以开始录 不然这样子就这样又过了几天 好我们家12月中开始就陆陆续续生病 而且都是两两一组很巧 那满宝跟满宝 两人先生病 后来是我跟满宝 我们两个落落病毒 结束之后 变成我跟满宝 就是应该是变天 然后有过敏啊 有鼻水啊 很好笑每个组合都轮了一遍之后 到了跨年的那几天 会讲话 会觉得喉咙很不舒服 可是心里就很想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很想开始录音 所以我就决定 没关系 我先好好的把我自己的喉咙 声音恢复的时候 我就立刻马上要执行 我就要立刻马上开始录音 所以这两天 虽然还是有点撒哑 但是已经恢复很多了 就是讲话都可以正常说话 所以我就决定在今天开始录 我的podcast内容 可能大多会以闲聊为主 祖父每天在家 可以说话的机会也不多 他也可以借这个频道 让我可以跟大家多聊聊天 新的一年 刚刚过了第一个上班日 今天才是第二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定新的新年目标 我每年都会买新的笔记本回来写 就会写很多 我今年想要做什么 然后几月的时候 要安排什么行程 好我们今年的生日要怎么过 谢谢谢谢 写了很多 而且每一年的目标都有减肥 减重几公斤 规律运动 完成几本月读情单等等 我记得好多年都有写 但几乎都没有完成 今年不知道是不是 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 我觉得我 要先做完我手边的事情再来想之后的事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做这件事 就一直没有想说要去定新年的目标这个想法 就前几天滑一曲滑一滑滑一滑 我就滑到有一句话说 新年的目标不要多 一个就好了 我就在想 哪一个是我最想完成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想一想 我觉得是关于健康的事情 像这阵子的家里 大家一直感冒 然后 我其实这几年 每到秋冬的时候 我都会跟满宝一起生病 尤其是去年他开始上课之后 我几乎每一次他感冒 我都会被传染 所以今年我就想要定一个跟健康有关的目标 还有运动 我就想 希望今年可以走过六个步道 以平缓的满宝可以跟我们一起走的为主 主要是要让自己有动力可以出门动一动 多晒晒太阳 多走一走 定完这个目标之后 我突然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因为前阵子就是想做的事情很多 不知道该先做哪一个 定完这个目标之后 元旦的那一天 因为前一天跨年比较晚睡 大家都很晚起床 而且早上十点大家都醒来之后 我们还在想说 要不要出门 满霸又跟我一样 有点想出门 但又有点懒 如果是之前 我可能就会想说 那就不要出门吧 就今天就待在家里 但是 有了这个目标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不管去哪里 而且才今年的第一天 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吧 因为那一天天气又很好 最后我们就决定要带满宝去市场买草莓 虽然只是去逛菜市场 可是我们逛的很开心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市场了 我们就是要出门的时候怕人多 人多我们就想说 算了不要去好了 那那一天也是第一次满宝 让我们牵着手逛菜市场 而且全程都没有说要抱抱 然后这一天我也录了短短的影片 想说就记录一下我们元旦的行程 然后也很快的剪完 放在IG跟YouTube 到今天 已经是连续三天 我更新了IG的影片 然后其实日更IG也是另外一个 我很想做的事情 如果像之前我就会把 录Podcast 经营IG 然后YouTube影片的目标 全部都列下来 列完之后就会突然觉得 哇好多哦 我现在要先做哪一个 我是要先拍YouTube影片 还是先找IG的主题 还是先录Podcast 要先做哪一个好 最后就会好像一个都没有完成 所以我今年就只以健康为主要目标 其他的事情就放宽心去做 结果不知不觉 其他的事情就也围绕着 这个目标开始慢慢的执行 虽然我知道自己是一个 三分钟热度的人 不管是不到这个目标 IG或是Podcast 我其实都没有很确定 自己可以持续多久 但我想在今年的年初 至少我有一个好的开始 那今天第一集的内容就到这里咯 如果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的主题 也欢迎留言给我 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拜拜